拳头终于正面回应 Faker天价皮肤 既能为选手庆祝 又能支付电竞成本 您说的可真是人话 就在昨天 面对外服的抵制阿里热潮 拳头选择不再沉默 直接长评大论 回复广大招问时 成本寺名人堂活动 是一个绝佳的好机会 既可以为具有代表性的职业选手庆祝 也可以帮忙支付电子经济的成本 我看他那意思 玩家们还得谢谢他呗 缘分的 谢谢啊 拳头还表示 他们的名人堂活动 提供了价格范围广泛的内容 如果你不想花钱 也能参与免费活动 我猜拳头是指 通行证中免费的一个把求 和其他零了八岁的东西 而本色活动的核心产品 应该是价值109的名人堂通行证 其包含的大量内容 绝对的物超所值 至于天价阿里皮肤 更像是一种收藏品 专门提供给 想用高价换取独特性的玩家 说人话就是 专门给富哥做收藏的 而拳头也想到了500刀的皮肤 势必会引起玩家的不满 但他们仍然认为 这是为了电竞发展 所必须要做的事 最后拳头还在文章结尾 说了一句 我们知道说这些 并不能改变 玩家们对阿里皮肤的看法 意思就是 我话说完了 你们理不理解 都无所谓